生活上面的消息 中秋节快要到了 9月19号到22号 有四天的连续假期 可能很多人要返乡过节 所以高速公路将会实施 夜间暂停收费 为了要分散车流 而且还首度提前一个小时 就是从前一天的晚上 11点开始到当天上午的6点钟 都是免收费的 民众可以提前上路 另外